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往教堂捡了一个无限锯 拉锯过来围墙 直接把这个娃娃给打倒 他有说过在红教堂里面是必刷一个无限锯的 所以玩小丑的可以去记一下 这边机器师爆点 之前他就捡了两个推进器 这边再装上一个封印 然后直接拉锯过去 这边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宽的路线 而且是靠里边的 也是为了看耳鸣 这样的话比较好判断哪里有人这边拉锯过去 好 这边小小的细节 他转进去教堂里面 看一下没有人直接180度回转啊 这时候他已经开了一阶技能了 这边他锁定了那台机一定有人是一个调强师 这边非常的强 居然不会断锯 这个真的是SE小丑的实力啊 这个地方还可以转 这边再片一下翻窗过去 这边直接可以锯一下 这边调强 直接秒回香水 但是这里是必吃一刀的 打一下 然后调强师收集加速走了 真的太强了 那个地方对小丑 一般的小丑来说是必须会断锯的 但是他却没有断了 而这边调强师放了一个香水直接下板 这个香水我觉得没有放的必要啊 这边拉锯直接断掉 然后闪现 直接一倒倒地 哎 这个调强师可以算是秒倒了 非常的快就倒下了 看到这一个视频之后 我就在下面留言这个拉锯 堪比PC端真的非常的强啊 然后我又在说调强师一开始放香水撞拉锯会更好 但是却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 有人这样回复到 那么这次视频我就是要来解释一下 这边就是重点 小丑刚刚拉锯过去调强师翻窗 这里就要停一下 我来说一下 这个我画的是位置关系 调强师在电机前面 大概都是这个位置 然后他放个香水往上撞 撞上小丑的拉锯 那么小丑的拉锯就会断 之后小丑就会停留在这个位置 之后他只要把香水回溯 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调强师有两种选择 一就是翻窗 二就是翻板 然后就可以直接离开或是在这里继续溜 这里小丑是打不到第二刀的 因为他们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 然后看一下他原本的方式 来这边 调香师原地放香水吃了一句 然后就直接回溯 这个就是原地回香水之后 他能做的翻板或是翻窗轴 小丑的拉锯是不会有插道的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的话只会被吃震慑 所以他只能直接跑掉 他这里放了香水回溯直接就跑了 这里必吃一刀 然后走 他不放那个板子也是为了直接拉开距离 也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处理方式 不过是不好的处理方式之后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总结来说还是不太好的 来这边来对比一下 首先是原地回香水 这边必须会吃两刀 而且你还是半血 香水的作用就会降低 如果你是撞拉锯的话就只吃一刀 而且香水的效用是保留着的 你还是满血嘛 这里就有可能有人会说 因为这个小丑太强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是一般小丑的话直接翻窗 那他的区域就断掉了 那么这里就可以看一下 你这边翻窗过去 他可以直接转出来 你就知道他的实力了 这里的话 你翻窗过去之后 你还是可以放香水往上撞 还是有机会的 这样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一期视频主要讲解条件是面对拉锯的一个处理方法 那么这期视频就这样 拜拜